市长谢国良与纵发处长林立禅仔细聆听议员与民众的建议 画面中是市长谢国良上任后举办的第一场市长与民有约 在市议员蓝敏黄的陪同下 两位陈情人分别向市长谢国良提出人行道整评的建议 以及青年创业的问题 市议员蓝敏黄表示他在议会中向市长建议 能恢复市长与民有约 感谢市府重视基层民意 非常高兴今天正式来参加我们谢国良市长就任以来的第一场市民有约 那我想市民有约是最好的亲民政策 过去我担任议员期间 许财利前市长张东龙市长在这方面办得非常的成功 那非常可惜林优昌市长上任之后就把他取消了 那八年来很多民众在投诉无门 所以谢国良市长上任之后 我马上率先跟他建议也非常谢谢市长的人心 马上答应来举办这个市民有约 以后我们恢复了那我这个要感谢我的好朋友 我们蓝敏黄蓝议员他在议会建议 其实我那时候听完以后我虽然马上答应了 但是我们其实是盘点了一下时间规划 因为这个要经常性的来服务民众 但是呢我觉得能够排除一些时间 然后能够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些市政 真的是很开心 今天的许阿贝 我们谈到了一一路新六路左右地区的人行道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也提到了郑博文年轻朋友 在基隆的清创如何加强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一些讨论 那我们也都记录下来 未来会好好的这个来落实来执行 那也每个礼拜以后都会有与民有约 来跟各位好朋友来市民好朋友来讨论 那当然有约以外要希望能够帮得到大家 能够落实得到大家的需求 我觉得才是真正一个有意义的与民有约 市长与民有约在市府后动的一楼会议室举行 纵发处表示 未来市长与民有约将于每周二下午五点到六点半举行 民众如果有陈情的需要 可以带个人身份证并备妥陈情书 到市府的服务中心登记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我会计判 我会认识